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位 天甲集港 2017年8月23日 超强台风天甲集港 10号巨峰信号生效5个小时 风暴潮令到本港水位普遍升高约1至2米 最少129人受章 第二位 强烈寒潮影响香港 2016年1月下旬的强烈寒潮 令到香港出现结冰天气 天文台总部1月24日 录得最低气温3.1度 在近60年来最重一日 第一位 山竹肆虐香港 2018年9月16日 超强台风山竹正面集港 10号巨峰信号生效10个小时 带来有记录以来最严重风暴潮 维港水位升至温代习港以来最高 至少458人受伤 全球组别方面 第五位 全球最暖五年 2016至2020年 是至1850年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五年期 第四位 非洲多国干旱 粮食短缺 2016年初 非洲南部严重干旱 农作物失收 1800多万人要紧急活作 第三位 西伯利亚破纪录高温 2020年6月20日 西伯利亚维尔霍阳斯克 录得涉事38度 是北极圈力尼最高气温 第二位 格陵兰冰盖流失破纪录 2019年 格陵兰冰量达到 破纪录的5320亿吨 即是平均每分钟 流失相当于400个 奥运标准泳池的冰量 第一位 澳洲和美国加州 严重关火 高温和干旱 令澳洲和美国加州 在2019至2020年的山火加剧 澳洲山火销毁全国大约2成森林 超过10亿只动物死亡 加州山火就导致超过1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份位 气候变化会令到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你准备好怎样应对了 你准备好怎样应对了